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 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是Transformation下的Reduce, Reduce Backkey, Arrogate Backkey和Combine Backkey算子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Q群 绝号是241617568 那么OK,开始今天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个算子 这个算子在当前整个SPA过程当中应用是非常广的一个算子 它也是一个求和算子叫做Reduce Backkey Reduce Backkey 那么它会跟什么呢 记住它主要应对的是存储着这个圆主类型的RDD 原则是什么呢 会相同的Key为一组 为一组 那么计算对应的V6值为RU1 所以这里这个Reduce Backkey是我们在整个SPA过程当中 求和当中使用最广的一个算子 最广的算子 所以接下来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计算 假如说这里VL 咱们创建一个RDD 这个RDD2等于当前IC.PR 然后这里List小号 咱们这里存值啊 假如说刷一号啊 这个Cat 逗号2 然后呢 再来一个小号啊 再存一个吧 逗号小号啊 然后咱们Cat啊 再算一号 Cat 逗号5 然后再来一个小号啊 然后Pig Pig 逗号10 对吧 然后呢 逗号再来一个Dog Dog 逗号3 好吧 然后呢 再加一个吧 逗号再来一个啊 双眼号 这个双眼号啊 这个Dog 逗号4 好了 那这里啊 我有这么一个原主啊 这个存储的RDD的原主啊 存储的RDD的原主啊 那么这里啊 这个啊 有这么一个值啊 咱们那个RDD啊 咱们有那个RDD 然后接来这里啊 我要根据相同Key为一组 计算对应Value的值 那这里Kat和Kat为一组 Dog和Dog为主 Pig自己是一组 对吧 那我就可以求和了 所以这里也可以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接来这里 VL SUM2 等于RDD2.R REDUCE BY KEY 然后下线加下线啊 它呢跟上面那个公司差不多啊 也是求和嘛 对吧 主要是计算当前相同元素为一组啊 所以此时呢 这里咱们可以print一下啊 然后sum2进行打印啊 加一句话吧 转型号啊 RDD2中 中啊 元素的和冒号加 sum2啊 此时这里我们执行 这里啊 咱们这个sum2啊 但这里咱可以看到一个点啊 我们这里啊 打印出了一个是sum2 rdd2 at reduce by key at transformation demo6里的 schedule15啊 诶 那这个sum2并不是结果啊 所以这里大家记住啊 它返回的并不是一个直接数值 咱们调reduce的时候 是不是直接等于求出一个sum值 咱们是可以直接打印的 对吧 但如果我们用reduce by key之后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sum2的rayrdd啊 对吧 所以此时会做一件事 做一件什么事呢 它会触发sum2算子 所以此时我们这个位置的sum2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结果 而是什么呢 记住啊 它是一个rdd 记住啊 同学们啊 它是一个rdd 并且呢 是存储的一个原主类型的一个rdd 所以这点大家记住啊 这位置大家记住啊 它并不是一个结果啊 并不是一个完 这个咱想得到的一个结果啊 并不是咱想得到结果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一个rdd啊 通过sum2得到的一个rdd算子 所以这个时候咱想看到结果怎么办呢 记住啊 我们需要sum2干什么呢 是不是 点connect 然后咱们再点 tole list 转向一个list 这时候输出 找你 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结果 好 同学们看啊 这才是真正的结果 所以这个位置 一定要注意啊 虽然它跟当前reduce很相似 但是记住 reduce by key 得到的是一个rdd算子 而非一个直接结果啊 所以这里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转换输出 OK 那么在这里 这也就是reduce by key 计算求和算子 对啊 对啊